欢迎收听修真世界第32回 烈日当空天必如洗 然而令人感觉毛骨悚然的是 这碧蓝碧蓝的天空中 竟然布满了点点星辰 白日星线 裴渊然喃喃自语 周围三个人脸色骤变 师兄 师凤荣语音有些颤道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 裴渊然面色凝重的摇头 这白日星线的天象 数千年才出现一次 我也只在一些典籍中见过 但应该不是什么好事 饶是四个人皆是金丹器高手 看到了眼前这帮诡异的景象 依然忍不住心中发寒啊 东福 鱼白目瞪口呆的看着苍穹点点凡胸 还有那一轮高高悬挂的胶羊 心底深处泛起了一股彻骨的寒意 在他身体中蔓延着 天松子喃喃自语 白日星线 冬期没风 左眉天眼中光芒暴涨 也在喃喃自语 白日星线啊 整个天月界 无数高手纷纷的被惊动了 天月十三重镇上空 放眼望去皆是密密麻麻的修者 荒野外 山巅之上 无论在做什么的修者 都停下了手上正在做的事 漂浮在半空中 所有修者的目光 全都汇集在他们头顶这片 再熟悉不过的苍穹 无论修为高低 每个人脸上都是惊悍 冷物谷内 扑腰瞳孔收缩 盯着面前的水潭 在他血红的视野当中 可以清晰地看到 一道星星点点的光柱 从天而降 直没入坛顶 可若用普通的视野 哪里见得到半点光柱 没有灵力 没有任何波动 只有透过血童 才能看到这么一道虚无的光柱 你觉得你已经赌对了吗 狐妖冷然说道 右眼的血童 杀意怜然 话音刚落 刚才还清澈透亮的水潭 突然是漆黑如墨 瀑布的水声突然凭空消失 瀑布像被驯服的猎马 乖乖地流入到水潭中 不见起一点水花 谷内陷入到了诡异的安静当中 看着面前的黑水潭 狐妖毫不畏惧 猛地向前踏出一步 力声说道 你真的打算为了这个废物和动手 黑水潭 黑水潭既然不动 就仿佛一个死潭一般 一腰一潭就这般对峙着 时间一点一点的流淌着 扑腰忽然收回踏出去的腿 神情恢复如常 嘴角带着说不出来的嘲讽 白日星线 你还以为是三千年前的吗 你把事情搞大了 他有些幸灾乐祸 黑水潭不为所动 狐妖耸了耸肩 白日星线又当如何 能灭天妖火吗 连你都灭不了的天妖火 黑水潭呢忽然翻滚了起来 就好似骤然沸腾开来 漆黑如沫的潭水 发出了啪啪的炸响 扑腰抬头看了眼天空 他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话 顿时的让潭水安静了下来 看来大家都喜欢凑热闹啊 潭水眨眼之间便恢复了澄清 刚刚驯服的瀑布 又恢复了之前的暴力 然后轰轰的响了起来 水花四溅 扑腰轻笑一声 消失不见了 一道强大至极的神石 扫过了冷雾谷 左墨悠悠地睁开了眼睛 顿时一个哆嗦 好冷啊 水里周围传来的寒意 让他明白自己身处何地 冷雾谷寒寒上次 就是在这里突破依稀 他非常熟悉眼下的感觉 不过自突破依稀之后 在水里呢 便再也没有窒息的感觉 左墨以前甚至怀疑 自己是不是 以后会变成鱼 左墨一刺牙 好疼啊 稍稍一动 撕裂 钻心一般的痛楚 从全身各个地方传来 他面容顿时扭曲了起来 还好没死 他能回忆起来的地方 直到那个飘忽的声音 对他说 让他吃掉火龙草 之后 发生了什么 他完全不知道 不过眼下 他不愿想也懒得动 浑身的酸痛不堪 而且他很快的发现 自己啊 身无寸缕 怎么出去呢 他想笑 可是笑不出来 其实他现在 什么都不愿意想 只想能马上睡一觉 不过潭水啊 实在是太冷了 进入骨髓的冷 这可不是睡觉的好地方 为什么每次 自己都被折腾得这么惨呢 强大精神 咬牙入定 他想看看 自己的状况 究竟怎么样 体内的灵力 突然呈现在他面前 他先是一惊 旋即狂喜 助击 他完成助击了 内饰 只是内饰 痴迷地看着自己体内 丝丝的灵力流转的立体图 每一丝灵力 都是如此的清晰 他清楚无比地看到 一股洞彻万物之感 油然而生 心神 似乎也随之空明 过了不知道多久 左末才回过神来 他连忙又检查了一下灵力 更加惊喜地发现 自己的灵力啊 竟然比之前的整整浑厚了三倍 有余 难怪助击期和炼气期 第十层的修者之间的差距 那就是一道鸿沟啊 果然 真的就是鸿沟 自己刚刚突破助击 修为就整整提升三倍 这是个什么概念呀 也不知道是不是狂喜的缘故 身体传来的痛楚 也减弱了许多 左末挣扎着 从坛底向上扶去 当他头伸出水面 不禁狠狠地 用力吸力口气 没想到 自己真的从火龙草中撑了出来 他到现在 还有些不敢相信 火龙草可是师兄 那种恐怖变态的人 才能承受的呀 自己竟然也能撑过来了 但他还是一阵后怕 其中的危险 看他现在浑身的伤痛 便可想而知 不过终于呢 还是挺过去了 他裂开嘴 想仰天大笑 却发现 自己的嗓子疼痛沙哑 几乎发不出声音来了 双手撑着潭边 想爬出潭水 浑身一阵剧痛 差点让他直接晕过去 无奈之下 他只有双手 趴在了这潭边的石头 然后身体呢 泡在了潭水里边 其后余生的喜悦 让一切都变得如此的美好 过了老半天 痛楚稍减 他的体力也恢复了一些 挣扎着从水潭中爬了出来 他发现散落在地面的玉碱等物 小心地把它们都捡了起来 令他感到肉疼的是 那张三品的神行符 烧得只剩下了小半截 怎么 难道自己身体 真的冒火了吗 昏迷前墙里的灼烧感 他还记得 但他也只记得这些 好在玉碱 法宝之类都安然无恙 可神行符美了呀 眼下他光着身子 怎么回西风骨啊 忽然他灵机一动 手上掐动小云与绝 只见一团白云出现在他面前 他黑黑一笑 手上法绝不动 人钻进到了白云当中 凉凉的 很舒服 很快他发现 自己身体的痛楚 似乎削减了不少 难道小云与绝 这还有智商的作用吗 他眼下呢 可不是研究的时候 先想办法回去吧 老黑头刚忙完 田里的活 正准备回去 走在路上 他不由的暗自寻思着 刚才看到的那一处 现在想起来 他都觉得是心惊肉跳啊 这大白天的居然会有星星出来 这世间的怪事可真的太多了 天生异象 难道是什么不好的兆头吗 他不禁又抬起头 碧蓝的天空中 除了那轮骄阳 什么都没有 没由来的老黑头松了口气 正常好 正常好 这日子还是正常最好 可是千万别有什么变动 一边胡思乱想着 一边的朝住处走去 他现在住的地方 就是左末以前住的大院子 察觉迎面有人走来 他不禁抬起了头 这一看呢 顿时愣在了原地 脸上表情呆滞 过了半天 他反应了过来 结结巴巴的说 小默哥 你 你这是 只见左末全身 都被一团白云笼罩 只露了一个脑袋 在外面向下望去 隐隐约约呢 可以看到 一双光溜溜的赤脚 老黑头觉得 这团白云有些眼熟 猛然想起来了 这 这不是小云与绝的云团吗 难道是洗澡 想到小云与绝 兮兮丽丽的雨丝 老黑头觉得 哎 这个创意倒是相当不错 只是 这也不用跑到山路来洗吧 而且还是沿着山路 一路洗过去吧 坐墨大酒 恨不得呀 找个地方钻进去 不过好在 他的那张僵尸脸 不会有任何害羞 不好意思的表情 倒是看上去呢 坦然的很 他浑身酸痛不堪 稍一用力 就钻心的痛 只好艰难无比的 一步步挪着走 老黑头还是决定拍个马屁 他伸出了大拇指赞道 嘿 小墨哥 这一招高啊 左墨觉得 没有任何语言啊 可以表达他此刻的心情 只有十分深沉的点头事业 沿着山路缓缓而去 望着白茫茫一团缓缓独行的背影 连老黑头都不由得觉得 这小墨哥呀 嘿 果然是越来越有气度了 令左墨感到绝望的是 沿途遇到好几位外门弟子 他们怪异的眼神 让左墨觉得如芒在背 当他抵达西风谷的时候 他就差点喜极而泣 但是当他出现在自己的小院门口 立在屋顶的灰灰燕 猛然受惊 飞快地用翅膀捂住了眼睛 左墨受伤的心 直接碎成了无数块 吊得满地都是 原来这灰鸟是母的 左墨郁闷的是 这母鸟竟然还偷偷地用翅膀露出了一条小缝 躺在后面偷看呢 而更让他恨得牙根痒痒的是 这母鸟的目光迅速地从好奇变成了鄙视 这个他妈死鸟 闹羞承诺的左墨 伸手便是一道剑盲 咔 灰灰燕惊叫一声 灵活地闪开飞在了半空中 忽然他歪着脖子朝一旁 十分鄙视地脆了一口 左墨差点没气昏过去啊 心中暗恨 你这死鸟 行 你给我等着吧 有你好果子吃 唯一让他感到庆幸的是 沿途没有遇到一位长辈 倘若是被师父看到他这番模样 只怕直接把他打得半死 丢到山下去喂狗了 艰难无比地挪回房间 他瘫在了床上 一动都不想动啊 他现在什么都不愿意想 连手指都不愿意动 疲倦欲死 没过多久 他便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睡着之前呢 他喃喃地轻轻地自语了一句 我住鸡了 一觉醒来 刺目的阳光 晃得琢磨的眼睛 都有些睁不开了 舒服地呻吟了一声 隐隐地酸痛 愈发地使得他觉得浑身 说不出来的那么轻松 他很想继续地睡下去 挣扎了片刻 他还是决定起来 到了住机 对睡眠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需求了 不过除了恢复体力之外 睡眠最重要的 是让精神得到休息 在阳光中 伸了个懒腰 全身骨骼如同炒豆一般的霹雳啪啦的脆响 琢磨顿时吓了一大跳 连忙在全身摸了个遍 没发现什么问题 这才放下了心 每次突破 他都觉得是稀里糊涂的 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向小云与觉突破第四层 胎息恋神 突破依稀 皆是如此 这次呢 他也不例外 除了这阵脆响 还有修为的增加 他暂时还没有发现 助机带来的其他的好处 自己太贪心了 左墨自嘲地笑了笑 光是修为的增加 便已经让他受益无穷 走出了房屋 劫后余生的左墨 越发觉得温暖的阳光弥足珍贵 就连屋顶的那只死鸟 落在他的眼中 也不像昨天那般可恶了 安然地站定了 忽然深深地吸一口气 虚张的食指 默地弹动 抖起了一团虚影 他神情专注 食指就像活了过来 速度快得无与伦比 其中反复的变化 令人是眼花缭乱 自从学习草木诀之后 这种强调执法的法诀 几乎成为了他练习 最多的法诀之一 灵力的运用 在练气期 其实没有太多的法诀 可以练习 而像小云语诀这种 几乎被左末修炼到 炼气期能到达的极限 而神识的运用 他连支言片语 指导性的东西都没有 想摸门槛都摸不到 唯一能够花费时间的 而他也只觉得有用的 就是执法了 于是强调执法的草木诀 也是他唯一的选择了 修为的增加 对执法的提升 并没有太显著的增益 这一点呢 也让左末生为的警惕 注击只是修真第一道关卡 后面道路之先心 也只有亲自尝试 才能明白 自己的目标 早就不是赚精实 神位生活了 想要追寻答案 就必须追逐力量 连师父金丹七的修者 谈起那个 把自己改容抹实的家伙 也如此的忌惮 对方的实力 该到达何等地步啊 换而言之 自己起码需要超过 师父的力量才行 哎呀 师父 是金丹七 左末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抬起了面无表情的脸 垂在身侧的双手 猛地握紧了 很遥远啊 遥远的令人绝望的目标 修者无数 又有几个人能成就金丹 别的不说吧 整个门派第二代弟子 唯一最有希望成就金丹的 便只有伟胜师兄 自己呢 一个只在五行方面 才稍有天赋的家伙 若是成为一名 有实力的灵职夫 左末并不怀疑自己 是否能做到 可结成金丹 他最乐观的估计 也不过万分之一的希望 从知道自己被改容 抹实开始 他便不断地问自己 去追求如此渺茫 如此遥不可及的目标 值得吗 如今成为了灵职夫的他 生活只会越来越好 若是和谁结为伴侣 今后自己的后代 也能够生活得不错 如此这般赌上生活 赌上性命 去追求那个几乎没有 胜利希望的目标 值得吗 每当他开始动摇的时候 他都会想到那个 不断出现的梦境 不断重复的连死都不能忘 每次他都会问自己 有什么东西连死都不能忘呢 他不知道 他是一个怯懦的人 为了生活他可以陪笑 可以弯腰 可是他想知道心境的变化 让他对待修炼的态度 也发生了截然的变化 他更加的刻苦 更加的努力 他知道自己的起点有多低 他也知道自己的天赋 并不好 但他也知道自己有自己的优势 是吗 仆虽然无数次的在心中诅咒这个该死的变态的人妖 但是 左膜依然需要感谢他 没有了仆妖 他连一丁点阳光都看不到 为了这丝阳光 哪怕为之付出一些东西 他都愿意 这次注击 他受尽了痛苦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心态呢 却越发的平和了起来 思路也越发的清晰 林执夫能够大大提升自己在门派中的地位 但是 林执夫显然没有办法完成自己的目标 这方面 更值得倚仗的是 还是坚决 林执夫将来只是帮自己赚取精实的重要的手段 而不是主要的发展方向 提升战斗力的方法很多 但是诸多的修者当中 战斗力最强的是剑修 更何况自己身处在一个剑修门派 自然不能舍尽求援 自己虽然没有多少修剑的天赋 可是多努力一些也就是了呀 一想到修剑 他便想到达到注击之后 便可以祭练飞剑 不过他很快的又犯难了 他可没有激烈飞剑的发掘呀 只求一生中 再不会留下什么遗憾 情深要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修真世界第33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